旅美作家翁达瑞在脸书指控林涛的硕士论文抄袭 但是林涛直接直求回应 说自己论文早就通过检验 旅美作家翁达瑞在脸书发出长文 直指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2013年在交通大学的硕士论文造假 翁达瑞把林涛的论文对比另外一篇 2009年英国罗夫堡大学的博士论文 发现有好几段内容一模一样 却没有标注出处跟来源 认定这在学术上就是抄袭 在2022年就已经三级三审 而在2023年的1月对外直接公告 扬名交大林涛的论文是无设抄袭 林涛不以为然认为翁达瑞冷饭热炒 是因为2022年林涛爆料前农业部长 陈吉仲论文造假 一审一散布文字诽谤被判拘役55天 却在10月17号高等法院二审改判无罪 翁达瑞不满指林涛用高标准审视陈吉仲 但其实自己就是鸡鸣狗盗之徒 喊话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不要忘了刮自己的胡子 二审判决我跟张思刚扬自语无罪之后 他们输不起情绪过不去 所以又再次的联合发起这样的 对林涛的攻击 有很多的网友希望林涛直接对 陈时奔教授来提告 捍卫自己的清白 但是如果不敢告就是心里有鬼 不禁让人觉得林涛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论文没有信心 林涛强调不会提告用学轮会证明清白 翁达瑞脸书最新贴文则是继续坚持 林涛的论文是铁证如山的抄袭 再次掀起论文大检验 记者林涛亭令云拉台北才访不得